哈喽各位高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象甲第12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杭州队的王天一 对阵广东队的张学潮 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 张学潮今年也是30岁 那么他在2014年的亚洲象棋锦标赛 身为象棋特级大师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特大 那么杭州队呢 之前跟广东队前三盘都是合棋 打成了平手 所以这是决定性的一盘棋 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那么首先王天一先手 走的兵器进一 那么连续两轮 第11跟第12轮 他都拿了先手 而且都是走的先人之路 这也意味着今天第13轮 他肯定会拿后手 所以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这盘棋后手方 印以主体炮 炮二平三 那么主体炮呢 是一部比较具有针对性的营兆 那么他可以先制 同方的左马 顺利的挑出来 那么同方走炮二平五 地方向三进五 同方马二进三 那么马二进三跳正马呢 也是当前局面下最常见的走法 那么这部也是王天一 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部棋 他曾经 今年在2019年博瑞大师公开赛当中 胜了刘大法 那么另外当然最近比较流行的变化呢 就是走向七进九 这部棋 王天一本身 也在今年的灰南会计赛当中 被红制也是有走过 那么本局 他是走马二进三 那么黑方 走一步足三进一 冲足渡河 那么对抢先手 同方居平二 那么黑方足三进一 继续冲下去 同方马八进九 那么局面至此呢 形成先人指路 右正马对足体炮 被左向的一个传统的定势 那么 这时黑方最常见的印法 是居九进一 那么准备 平过来右翼 支援三路足 加快对红方的反击 那么比如说红方 这张手法是居九平八 那么平居过来 那么红的就炮打足 那么再打一个边足 那么这个就形成经典 但是变化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么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的是马尔进四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变化 那么跳拐脚马呢 意在保护 黑方的这个三路足 但是早期呢 出现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印招 那么相对这个居九进一呢 它的变化会比较简明一些 所以 部分的骑手 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掌控 那么这个时候 同方就居九平八 出去 黑方补四四进五 这部补四应该说是一部稳正的选择 这个棋如果黑方随手的 居平二 那么红方就有 居二进四的一个先手 捉足 那么如果黑方逃足的话 我们应该说 炮八进四之后呢 编马还是踩着足 那么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有这个扩大先手的现象 那么我们回到实战 补四是正招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 跑八平六 这部炮八平六 看起来没什么威胁 但它实际上就是 为这个居二进四做准备 那么这个棋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 如果红方先居二进四的话 那么黑方就走 马四进三 那么如果 红方炮打马的话 这个棋 黑方可以顺利的 把这个马三进四 跳进来 那么 红方如果对炮 那么这个棋呢 以后 黑方可以通过 马八进七再对居 那么反而 红方的阵型呢 尤其是它七路向 会显得有点尴尬 所以这个棋 黑方的布局可以满意 那么回到实战 那么实战当中 这个棋 黑方补了事 那么 红方是选择了一个 宝八平六 那么 对方这个时候 正召马四进三 那么这部棋 也是正确 因为它是有一个掩护 甚至支援这个 阻限制红方 左翼子力的活动范围 那么以后还可以走 逐三平二 那么这个棋 如果 对方改走 宝八进九的话 那么这个棋 值得一提就是说 现在红方就可以 G二进四 做主 这是一部先手 那么等黑方 马四进三 红方就可以 炮五进四 打中阻 那么现在服有 炮打边阻 打G跟打马 那么 以后呢 这个棋 红方还可以 G八进六 那么这个棋 应该说 红方比较主动 好 回到实战 那么实战当中 黑方 马四进三 那么 黑方 红方 就走了一个炮五进四 这部炮五进四呢 应该说 可以通过飞向 记录向 然后打开左翼 应该说 一举两格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了 竹三平二 那么 红方 这个时候 当然竹三平二 之后呢 不仅是把 红G 活动范围 给限制 那么以后 有机会 还可以走 炮三平二 打这个G 那么 这个时候 王天一 他选择了一个 炮五退二 那么 这部炮五退二呢 应该说是 比较新的一个变化 那么 他是在2007年 向甲 先进对张强 对局当中 首次出现 那么 以往呢 应该说 从九十年代 这个时候呢 飞向是被公认为 是一部正招 那么 这个起黑方 会接走 马八进七 抢先 跳正 那么 红方 可以走炮五平四 防止这个黑马 往中间跳 那么以后 G二进六 那么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 双方各有 估计双方都可以下 那么 经过 分析 炮五退二呢 应该说 是一部改进的招法 那么 这个起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的是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是一部 比较稳健的选择 当然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先退炮 黑方就有一个 炮打G的一个选择 那么 如果说炮打G的话 现在红方就会 G八平九 躲一步 那么 如果说黑方 接走G平四 做这个炮的话 那么 红方简单的 就补手势 那么现在红方的威胁 还是G二进五 7和G 那么如果黑方 先走G 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中G了 因为红方就 可以走向7进五 那么通过G九平 7 攻击 黑方空虚的右翼 那么尽管 如果黑方炮二平三 的话 红方依然可以G二进六 那么以后还是可以 强行的 把G一开出来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 炮三平二呢 这部棋 当然也是 在最高水平出现过 那么 高手们呢 多数采用的就是 逐二进一这部棋 那么 曾经出现过 向7进五 那么 黑方在逐二进一 同方在G九平七 这个变化呢 就是 2018年 全国团比赛 王天一先生 孙永正的 一盘精彩的对局 那么 这边我们就不提了 那么我们回到实战 就是炮五退二之后呢 黑方选择的是 比较稳健的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之后呢 黄方这个时候 就选择了飞向 那么黑方就选择了 G九平八 出狙 那么看似很自然的一部棋 但实际上呢 是一部不明显的软招 因为这部棋出狙 低估了 红方 接下来 G二进五 这部棋 那么 黄天一呢 棋感十分的敏锐 当然这部棋呢 他很快的就 走得出来 那么这个棋呢 我的 建议呢 就是说 黑方比较稳妥的做法 就是先走一步 足九进一 那么足九进一的好处呢 就是让这个红G 站不到棋核 那么实际上 也没什么好味 如果红G二进六过核的话 那么现在 就炮八平六 先躲一步 那么以后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对局 减轻压力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方的选择呢 就是出局 那么 黄天一呢 就 非常及时的 把这个局 开到集合 那么应该说 这部棋 走了之后呢 先手 有手扩大 黑方这个时候 走到G一平二 他的意图呢 就是想冲阻 那么针对 红编码的位置 比较差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就走 G二平六 那么面对黑方的 逐二进一 逐往下冲 红方这个时候 先平六 先看住黑方的将门 那么将来呢 可以制造一些战术手段 所以 黑方张学朝 接走 逐二进一 那么 这个时候 黄天一呢 应该说 走出了一步好题 利用了 黑方冲的一步足 走了一步 马九退七 那么 这步退马 捉足的话 是一步形成一个捉足 那么如果黑方 继续冲足的话 那这个时候 马七进六 那么形成了一个铁门双的攻势 那么如果黑方继续冲足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给排斥足 所以这个棋 实际上 黑方是不能冲足的 那么马九退七之后呢 黑方也是无奈 只好炮打马 当然这个时候 红方就会走 G六平棋 这步棋先棋后棋 是在王天一的预算之内 那么应该说局面至此呢 红方的双G应该说对黑方右翼的威胁非常的大 那么由此可见呢 之前黑方的这个习惯性的出G 在这个局面的效率应该还是算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方选择的是炮三平棋 躲一步炮 那么躲炮的意图呢 就是想说掩护这个二路足 通过炮打回去这个兵 实际上呢 这个棋 黑方有一步比较顽强的走法 马三进步 当然这步棋也不容易察觉出来 那么给红方的局选 炮吃还是马吃 那么如果是炮的话 显然 红黑方就有一步防守的好棋 那么炮八平棋之后呢 应该说红局没有什么好点可以占 那么如果强行的吃 想吃黑方的二路足的时候 黑方还可以炮七进四 掩护这个组 那么以后呢 八路局还可以选和做防守 那么这个棋 如果说红方是选择吃中马的话 那么黑方还可以把炮退回去形成挡钢炮的一个防守线 那么以后通过炮八平六 那么有机会的话 聚发近四 形成一个对峻 诸九进一之后 那么这个棋 应该说黑方还可以进行顽强的抵抗 那么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的是炮三平七 那么防天一呢 就居吃嘛 不过这个时候 黑方张学乔就意识到 如果现在炮七退二的话 就会面临红方 这个冰 居吃兵 那么吃了之后呢 黑方还是难以阻挡 以后居拔平七 量居的一个攻势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了一部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的意图呢 就是想把居 从红居 从竹林线赶走 那么再炮七退二 形成这个防守线 不过实际上呢 就是一部漏招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说黑方张学乔忽略 红方有简单的一部棋 那么这部棋是什么呢 好 防天一接走 居八进三 这部棋应该说 刚好黑方的居 不敢吃居 红居 不然 居七进三 形成杀起 所以黑方无奈 这个时候只好 居二平四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红方把居退回来 那么局面致辞呢 这个黑居 表面上看可以吃炮 不过还是不敢吃 因为如果吃的话 好 局一点将 局就退回去 那么 局七进五 形成一个绝杀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也是 无奈 那么只好选择一个 炮七退二 炮打兵 那么红方就走 局八进二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就走了一个 主九进一 那么主九进一的意图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后呢 这个炮八路炮 可以通过 炮八进二 或进三 然后把八路鞠抬头 对居 不过这时候呢 这个九路族的一个弱点呢 就反而被 体感非常敏锐的 王天一利用 那么 而且还走了一连串 精妙的顿挫 那么这时 王天一选择的是 炮五平六 先把黑的四路鞠打掉 那么好 这时如果黑方 居四平三对居的话 应该说对玩鞠 虹方双炮鞠的攻势 在于黑方空虚的优异 也是难以抵挡 所以黑方选择的是 到四 鞠四平一 那么这个时候 王天一呢 有鞠六平二 打另外 黑方的八路鞠 那么应该说 先打黑方的四路鞠 再平炮 打黑方的八路鞠 这是秩序井然 那么 黑方刚好不可以平炮 因为如果平炮的话 虹方可以吃足 那么吃死这个炮 那么如果说 好 实战当中 黑方也就是无奈 只好把鞠平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 皇方就 兵武精一 兵武精一之后呢 又可以活马 又可以 继续把中兵往下冲 所以王天一应该说 经过一个 精妙的顿挫 把黑方两个鞠打回去原位 那么 兵武精一之后呢 应该说 又把这个优势扩大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也相当的无奈 只好走马走对七 试图把这个马调过来 不过实际上已经太迟了 虹方接走兵武精一 那么防止你 跳 黑方这个时候 就走个足球精一 想要把这个 九路鞠抬头 那么 虹方 不管 直接平中炮 那么 黑方 吃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虹方选择的是 炮兵武 平四 那么这个 兵武平四呢 应该说相当的刁钻 因为他是不给黑方下士换鞭的机会 那么 黑方这个时候就走鞠九进五 牵住 虹方的鞠炮 那么 虹方 王天一 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难度了 三进五 准备右打 鞠 那么 黑方 鞠九平六 先把鞠平过来 那么 应该说 这部平鞠呢 是一部 败招 应该也是说 是最后的败招 这个时候 虹方 王天一 就有一部入鞠的手段 那么 这部棋就是 鞠七平八 那么 现在形成一部杀棋 那么 应该说局面致死呢 黑方这个时候 张学潮就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 黑方只有鞠平四 那么 虹方仍然是 鞠八进四 成体鞠 那么 现在 虹方的威胁就是 鞠 砍鞠 比如说 如果黑方 嘴部 进炮的话 那么 吃鞠 黑将只有吃 那么现在 成体鞠将 好 装炮杀 这个棋 黑方也难以阻挡 那么 应该说 走到这个局面呢 这个 这个鞠七平八呢 当然 之所以 可以形成一个绝杀 是因为 红方 现在红马在中间 所以将来 这个双炮 双炮将军 可以形成一个绝杀 所以 结论一下 这整盘棋 为什么 黑方会输呢 那么 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 黑方在开局到 中局的阶段呢 走的一些不明显的软招 那么尤其是 鞠九平八 这部棋 给王天一 鞠二进五 齐和鞠 抢到一个好位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 这个时候 第十五个回合 炮八进一 也是一部软招 那么结果给 红方 鞠八进三 白之主 那么 当然 局面至此呢 黄天一 也是走的 非常的精妙 在第十九个回合 这个时候 应该说 平炮 打黑方的四路鞠 那么 再平炮 打黑方的八路鞠 这连续 这两步棋 应该说 他的顿挫 走的非常的精妙 那么 在兵五进一 这个棋 基本上 红方的盛势已定 所以 这盘棋 好 我们就介绍到 这边为止 那么 今天呢 就是 象甲 第十三轮 那么 我们可以 看一下 目前的 这个排名 应该说 这个是 第十一轮 的排名 那么 当然 在第十二轮 四川队和杭州队 都分别获胜了 所以 他们之间的 产分的距离 还是两分 那么 今天的对阵呢 就是说 好 四川队会对阵杭州队 这个 对局应该说是 会是非常的精彩 因为如果杭州队取胜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场份打平 那么 如果四川 四川队取胜的话 那也意味着 四川的 会摇摇领先 那么 所以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所以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